行小羊羔饿了 小羊羔饿了 这是高昂奶粉 这个奶粉用了很长时间了还是比较好用的 这两个小羊羔子现在已经习惯吃奶粉 刚刚是他也不喜欢吃 因为他刚刚是吃母乳的嘛 吃母乳他不太习惯 咱们喂奶粉的时候我这上面有刻度 所以说我知道水的量的 喂奶粉的时候他有个比例 就是你买奶粉的时候有那个勺子 一勺子奶粉兑50毫升的水 这两个小羊羔子基本上 两个小羊羔子一顿的话现在七八天了一顿的话能够吃个 这一定的话能够吃个两勺子 一个羊羔子吃两勺子就是两个小羊羔子 四勺子就是200毫升 奶粉加好了 咱们一定要给他晃匀啊 一定要晃匀 大家看见这个小羊羔子没有 这小羊羔子 你看你看那个表情 这个小羊羔子也是我用奶粉喂起来 不过这小羊羔子已经很大了 现在不需要喂了 我让大家看一下 但是现在不能喂 现在是不能喂他了 现在是要喂这两个羊羔子 这两个小羊羔子这么多 一个羊羔子吃一半就行了 这两个小羊羔子 目前还没有出现拉锡现象呢 这属于全脂高啊奶粉嘛 很少出现拉锡的 小白羔子也是小白羔子也没有拉锡 母羊羔子铲了四个羊羔子 这其中那两个 长得还是比较快的 说实话还是比较快的 刚开始这个小黑羔子 它不会吃 不会吃 吃了一两年之后慢慢适应了 现在吃的很猛了 这小羊羔子喂好了 咱们把这奶瓶涮一涮 奶瓶刷了之后 这个奶瓶刷的这个水 咱们不倒啊 眼睛 就那个 看见没有 就那个 这个 这是我用奶瓶喂的 你看这现在多大 现在有 将近 40多斤了 给大家看看 这是刷的奶瓶的水 现在我都拽不住的 你看 这个小羊羔子猛 这是这个羊羔子已经很大了 也是奶瓶喂的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抱着都有点费劲 它也是个母羔子 很勤的这个羊羔子顶这两个羊羔子得顶个七八个 这家伙 现在长得很快了 这是我用的高昂奶瓶 乳梅园的 大家如果说没有找到合适的高昂奶瓶的话 可以试试这种 还是比较好用的 小羊羔子也长得挺快的 好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作品可以关注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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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